拍電影的機會 就倒過來的 這事兒是倒過來的 就你沒有先去想要拍電影 一直是先想 我還可以做你什麼改變 所以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就是說 隨時可以開始 我們今天主題就有這樣 你幾歲都開始做夢 我前陣子看了一個展覽的 藝術的連展 我就看到幾隻畫狗狗的一個藝術家 然後我覺得畫得很可愛 然後我就很好奇說 欸 這個藝術家是學生嗎 就是那種新銳 因為賣的價錢很合理嘛 第一這樣 那我常看展覽是人輕 怕你常在台灣不知道 然後呢 我就去問 我才發現說 她是一個媽媽 她是一個小孩已經上大學的媽媽 那你想 她之前有多麻煩的人生 她必須要採理油鹽 必須要尿庫 必須要拉拔 必須要佔學費 照顧小朋友的便當 終於有一天小孩上大學 她重新的去畫室 學畫 她不是科班的啦 她就是重新去學 然後呢 就在那麼多的畫作裡面 我就覺得她很棒 我就覺得 我就想要邀請她上我們的節目做訪問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大家只要努力去做的話 隨時可以開始 那她剛剛問我 對 我還有一點點講 說說說說 就是說 呃 當然我覺得可能大家 那個比方說 對 我覺得對台灣的朋友來講 可能不是那麼多時間見到所有的 那每次來的時候 在台灣出現的時候 哇 你就帶回來一個東西嚇大家 我要好好放呼 我的過程都很順利 可是真的不是這樣子 我可以跟大家舉個例子 在我們這部電影裡面呢 那因為 演員都比較年輕 他們其實也不見得全部都是新人 只有我們的女主角是 拍機前十年長到的 那其他其實或多或小 他們其實也許在電影上沒有 因為我是民族 可是可能都有些表演經驗 那我要說的是 他們一開始來的時候 可能沒有想到 說我們對這個電影的 電影的標準是 這個高度 那可能他們一開始的年輕人嘛 可能會覺得 啞一個年輕的故事 應該也就像之前那些 可能 偶像劇嘛 嘻嘻哈哈 可能也會OK 那所以他們來這樣 就被我秀一個人才 那我記得那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我自己內心在做劇本的時候 我每個角色因為我還蠻了解的 那我的心願 我可以肯定的目標就是 我要把他們通通送去入圍 這東西當然可能 現在聽起來有點 在那個當下可能有點刺人說夢 可是後來真的 我剛剛就想說 不管哪怕是最佳心人 哪個什麼也好 都彈著標準去要求你的演技 真的 真的有人入圍一個女配角喔 那我覺得那過程裡面 那過程裡面 對全門其實也還蠻嚴苛的 我不會因為今天是 應該是今天是個漂亮的女孩子 就應該要有特別的領域 因為我覺得大家出來工作 就不要太交替 你只是要做什麼事情嘛 所以他們過程裡面 都被我要求的而慘 那都會出來以後 哇 你真的可以做得到 我第一次就是說 然後我到時候會跟他們分享一些 就是我經歷過很多塔頂的時候 但也有掉下來的時候 那比方說柯台以前 我可能到過塔頂 那在演員的階段 我可能到最後 我也可以接觸到那些 金字塔頂端 那些最優秀的人 那些優秀的人 那些優秀的人就是說 你可能 他是本身有天賦 可是他可能 比你還勇猛 那種對手就非常非常厲害 非常可怕 這樣 那 我覺得 我的意思說 我想說 不要對自己太好 如果你像懂 所謂你現在看到 比方說我也好 或是嬌哥也好 你現在認為我們是所謂的 命中的成功 你想做這件事情 請你真的不要 太容易擾過自己 太容易覺得辛苦 那你一定做不到 你要知道 就是因為我 那時候小朋友可能 我就跟他們講 你可能還沒有到 你現在可能還在演員圈的 欸 半隻腳踏進來 還沒有真的進來 那我要告訴你 我曾經的人生經驗是 當我到金字塔裡的時候 我發現那些 哇塞 那對手 比你有演戲天賦 還比你認真 講到他們是怎麼樣 嚴苛的對待自己 所以你現在看到 一光目前的他 但他背後的鼓 你不見都會有 會有座談會 跟他們去分享 或是有些人好強 或是把我最 最驕傲的音樂給你看 可是他不願意 在人間束縛 你知道 可是我現在可以告訴你 他們其實對自己都非常非常嚴苛 標準非常非常高 所以如果你要追夢的話 不要以為這些東西就是 全上面掉下來 要用最嚴格的方法 不要做自己 才有可能 如果你要做到人上 做到某個日子 都沒有簡單的事情 是 有的人可能沒有那麼的 那麼大的氣力心 有些人可能覺得 哎呀這個 過過日子也不錯 但一旦如果你真的要做 Do something的時候 真的不要輕易放過自己 包括我們看到像 蔡依林也是一樣 都很不容易放過自己 因為我們都是一樣 我們在做很多事情 可能觀眾會有觀眾的標準 可是很抱歉 其實我的標準比你們還要高 我對我自己的標準比 觀眾對我的標準還要高 可是觀眾會有自己的選擇 但我也有自己的判斷 像你剛剛講的 你的新人就是那個馬思純 如果有看到我們金馬獎 脫口秀的 會知道我們前面有一段 就是在點名 其實我們要不要點馬思純 這就是一個判斷 請問台灣的幾個觀眾 認識馬思純 你不要說觀眾 媒體喔 因為金馬獎是這樣子 所謂的大型典禮喔 媒體就是全力出動 比如說你平常是跑唱片的 你也得來跑金馬 你平常是跑那個 那個什麼 綜藝線的 也得來吃元金馬獎 因為人手不夠 請問電影圈的記者 一定知道馬思純 一個平常都在康熙 來了攝影棚出沒的記者 他為什麼要知道馬思純 他不需要知道嗎 那我們就要判斷 我們這個腳本 要不要把馬思純放進去 我打開文明單 反覆思索這個問題 因為怕太長嘛 全部要點完不得了 所以我們就點一些 盡量每一個獎項都點到 蘇友彤 你是不是這樣彷彿 之類的盡量盡量 又要讓你開心 又要讓這些人受到尊重 那才是我的責任啊 我的責任不是讓泛夫種族 士農工商都聽得懂 都覺得好笑 那不是我的責任 觀眾不懂是合理的 我也不會在意 最後我們真的很掙扎 因為馬思純幾乎是到尾聲的 他很單純 多純 馬思純 我先不管其他的怎麼樣 我想馬小姐心中 會覺得很溫暴 會覺得 被提到了這樣 蘇導演應該也覺得 我這個老朋友 還不錯 夠意思 黃先生一定有做點努力 那我確實有做了努力 因為 這個小姐 我們是屬於我一個人 我們有一個小毛姐 然後再來智琳姐姐 然後再來我 我們三方共同去架構 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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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馬思純一度是被刪掉的 我必須要做的 可是我堅持要把它放回來 不是因為我 當然 也有一部分是因為 跟你的交情